喬先生, 蔣永恩從我家出去了 真的去見過O Sir S沒猜錯, 他就是K 現在我們的人已經圍著他們 做事了 知道 等等 我是K 你看到這封電郵的時候 你的人已經在我附近 你叫他們不要弄得我和我身邊的人 如果我有什麼三長兩短 你現在看到那條標誌 就會有人幫我發出去 到時你找得很辛苦那條製冰毒的方便藍 全世界都會知道 喬先生 公開方便藍威脅我 叫所有人保住 好想念你 你這麼多人沒見我 不應該只望塞我吧 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用再擔心了 我已經跟喬易鋒說了 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在我手上 他不敢亂來 我只想見你 從天而降的眼目 躍在你身邊 就讓我有天使守護你 你將會得到幸福 你以後守護你的任務交給我 我想跟你在這裡 從這一刻開始 一起製造一些浪漫的會議 停留 因我 身邊有你緊握我的手 而愛 誰說永不會搶手 陪著你一生都不透 都能 把心中星星閃得通透 陪著你走 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出涼傷足人 過千山 過千海 如果 走到這世界變奪 我倆以示無力前行 跟我一切 等一下… 你沒事,只不過我拍一張照片 你今天拍了很多照片 我拍一張 我以前不可以暴露身分 所以不讓我拍照 但其實我很想留著每個很漂亮的時刻 以後每張照片我都跟你拍 我已經回香港了 不用再跟著我 我不會有事 你不是打算拿著標準 就威脅到喬易鋒一輩子嗎 我知道沒可能 不過我也不想跟他扭轉太久 那你打算怎麼做 現在他跟太子合作 經常會去香港 我想在香港對付他會比較容易 兩個字,小心 我也是兩個字 謝謝 兩年前你捏著生命危險 別幫他們執行假犯 現在又阻止了S追殺我 好,好,好,好 歐Sir,你請半個月假是否回澳洲 是否姐姐的死真的有古怪 所以你去查?你回覆我吧 高俊,你怎麼不上學? 歐Sir已經不見人,你們搞什麼? 高俊是不是不理睬我們? 是不是不做朋友? 你快點上水吧 高俊,我們很擔心你 你是不是全港賽都不打? 高俊,你又玩個人主意? 你要上學,要比賽 高俊,出來吃飯吧,俊俊 俊俊 高俊俊,開門… 怎麼拔掉?炒飯 你再不走出房門 你打破你的機器 你馬上跟我出去吃飯 別理我了,不肚餓、不舒服 你臭小子,說不舒服不上學 突然隱瞞你去房子打遊戲 你究竟有什麼事? 你這麼兇,幹什麼? 醫生不是說兒子大壓力嗎? 他大壓力… 都要壓力 上學讀書,打球比賽 他和我和你一樣 為什麼就只有你的壓力大? 你說,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 你什麼謀異,怕不打你 你回家… 滾水 高俊俊,你… 你讓兒子休息一下 你遲很多敗意 高俊俊,你站住 高Sir,我知道你在這裡,開門吧 高Sir 高Sir 高Sir,我是否沒猜錯 姐姐的死不是那麼簡單 你是否知道姐姐怎麼死 是不是像你懷疑那樣 是被紅窩的人殺死 高Sir被人謀殺 高Sir,你說 是不是 說吧,是不是 不是 以前Kolie有個心願 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和你們見面 想不到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失去女兒 但是又回到那半邊兒子 自從Kolie走了之後 我知道O Sir離岸屋及烏 特地搬到我們那裡住 還去晉晉學校教 你還空就過來陪陪我們 真是謝謝你,O Sir 其實我希望可以和Kolie 一起回香港見你們 因為我本身也沒有家人 這兩年,其實我們已經像一家人 我也要很感謝你們 一起見你們對我的照顧 謝謝 你多謝你多謝你做甚麼 我們要的是幫姐姐報仇 首人喬易鋒 你不是打遊戲打得多嗎 爸爸,你是O記 那些客人會來拘捕 你不要開口 說幫姐姐報仇才行 喬易鋒這群人不是說拘捕 那我們還可以為姐姐做甚麼 俊俊,現在有你爸爸和O Sir在 你還擔心甚麼 你年紀更小 你別管那麼多事 高震,你姐姐看著的 相信我,相信你爸爸 俊俊,陪我先去化保 O Sir 其實我有件事真的要怪你 你在我的手機上 裝了一個竊聽程式 也不告訴我 我們警方可以展開調查 不好意思 當時我也只是懷疑 還未肯定得到 當警察當了這麼多年 我很明白 世事的事情就是這樣 未到最後一刻 也不知道真相是這樣的 不過是,我的手機… 放心 那時候聽程式已經刪除了 真的想不到 我女兒的男朋友過去很複雜 但要不然你有這種背景 Chloe的死亡真相 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 對了,你這個解決師 打算怎樣對付喬逸夫 這個人很狠毒 連自己的新大哥都可以想 現在他都知道你的身分 你隨時有危險 我也知道 公開制冰毒條方法 這個方法不會拖得多久 但我會好好利用這段時間 想辦法怎樣對付喬逸夫 你想殺了他嗎 我現在有底線 一定不會殺人 我知道你們的世界很複雜 但身為Chloe的爸爸 身為一個警察 希望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可以一起把喬逸夫 成之於法 你一個人躲在這裡幹甚麼 你別過來找我 一找我 我又會忍不住問你怎麼幫姐姐報仇 行,不說報仇,好 沒合片嗎?報仇 你想想怎樣回學校 跟進度好過吧 你沒有打比賽 籃球隊在全港賽第一場就出局了 你想想你怎樣面對兄弟 接下來多少事還等著你去做 行了,各人有各人的責任 放心,回學校之後 會不會讀書 你也是 跟爸爸一定… 一定要抓到喬逸夫 答應你就是了 心想勾手知道甚麼 沒有你這麼幼稚 多擔心你們練體能為了報仇 不過現在練定差不多了 因為我打算一畢業就考警察 我不想再有人像姐姐一樣 死得這麼無辜 所以我要拘捕黑社會 一起練,練習吧 好 走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